大家好,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养的这些精致育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是它长枝长叶长芽的一个时间段 但是还是有话有说自家的精致育叶在整个春季看起来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甚至它的叶片已经出现了一些干扁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和它的盆土和它的根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你已经两三年没有给它翻盆换土了 甚至更久的时间 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就应该给它翻盆换土 让它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面去生长 那么第二个有可能是在冬季的时候 因为这个低温它的根系已经受了一些损伤 在现在还没有缓过进来 那么如果是这种现象的话 我们就需要考虑去修复它的根系 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让它吸收水分养分 那么它这些枝叶和静干才会变得饱满起来 想要修复它的根系其实也简单 我们在它盆里面给它浇上一次这个根系修复剂就可以了 它里面含有比较多的这个海藻酸 它是能够很好的修复这个植物的根系 让它的一些烂根的殴根出现一些预伤组织 快速的被修复 然后重新长出新的根系 如果你家的这个精致育叶在经过冬季之后 现在到了春季 它的叶片还是处于一种伪念的状态 或者是软啪啪没有精神 那么就给它浇一次这个根系修复剂 既能够增强这个植株的光合作用 还能够修复它的根系 对于出现这种状况的精致育叶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取出一些把它对水稀释 1500倍左右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如果你家的植株出现了这种状况很严重的话 那么就需要再把它对的稀释一些 精致育叶出现叶子发软干扁 没有精神排除了是这个盆土的问题之后 就是它根系的问题 根系只是轻微的问题 如果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烂根 这盆植株早就死了 如果你家的精致育叶也是在春季的时候 无精打采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 那么就考虑是它根系可能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损伤 给它修复一下就行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